早安慈忌请 今天要来聊聊上个星期迎接慈忌58周年 新马慈忌志工在印度王舍城灵鹫山上的说法台举办预否 同步与花莲竞丝金社联系参与了全球志工早会 殊胜姻缘也克服了种种挑战完成创举 这背后有许多人共同成就 现在我们就邀请到马来西亚的慈忌志工李全英师姐来跟大家分享 全英师姐好 大家好 全英师姐 我真的想说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真的太了不起了 这几天好比说像我 我是透过YouTube不断不断回放当天的情形 还有空拍画面的庄严令人赞叹 这从无到有难行能行 你来分享这一个月来的收获还有自己的感受 从我接受到这一个任务的时候 就心生欢喜吧应该这么说 也觉得根本没有想到有什么难的东西 我就找了我们的 我的好伙伴就是力领师姐 一起来承担这个协调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想到有多难 只不过一心就想到要完成这一个信念 就是说想把这一份礼物把它完美把它严满 它送给我们的商人作为生日礼物 所以在这一个月半个月来 在沟通协调上是不是有遇到哪些困难跟挑战呢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多月前就接受了这一个任务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密集的一直讨论 真的是会很紧张 因为我们在我们完全没有一个概念 我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我们我们都需要以电话来过 有的人是在在海外嘛 就是在印度 我们又在马来西亚 有的已经去旅行的又在国外 所以我们一直在用电话里面做交流 一直在电话里面传达信息 所以这整个星期就是还没到印度之前的那一段期间 两三个星期我们都一直在看着电话 就是一直在想用每一个东西要计划好 而最大的客服的挑战听说是网路连线 我们是找了到了第四间的厂商 而且是改用光纤最后才成功的对吗 对没错 起初我们是说是说可以用satellite 就是卫星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说连线没问题 如果是卫星的话连线没 那时候过不久我就说卫星不行 过后我们就说用router 就是说用wifi连接别人的wifi 到最后的时候测试还是不行 所以我们就已经觉得好吧 我们就用后制做吧 再传回给花莲 但是到了我们30号的那一天 那个启逢师兄就告诉我 Jesse师姐我们有光纤这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一路上来 他就问我怎么样 我就说可以因为林副总过来 所以我想跟林副总商量一下 如果OK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用光纤 就在最后一刻我们才知道 我们可以跟花莲连线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刚刚全英师姐一再一再提醒 到是我们就是30号30号 等于就是最后一天 最后一刻才敲定才完成 所以让大家松了一口气这样子 那据说我们在预浮台上的布置 也是注意到不少的细节 已经花了很多的心思 因为在布置的那一个区块 因为我们对那时候我们没有尺寸 我们有三拨人来量这个说法台 三拨人回去的尺寸都有差 所以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执行团队终于回来印度 所以他们在亲自在上去说法台那一边 再量过最后的尺寸才确定说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桌子 就直接用那个石装上面 就是摆琉璃佛这样子 我们当天是凌晨一点钟就要集合 所以那时候天是非常非常黑的 那我们在行经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透过一些小小的照明 对 那小小的照明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那一个就是萤火虫 所以我们在收集这些萤火虫 这些萤火虫都是从雪龙带过去的 因为印度那时候还没有 所以我们在带萤火虫过去的时候 也是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说因为它需要的电池特别小粒 那就是比较小颗的 如果那一个小颗的在印度买的话 就可以在马来西亚买三颗 两颗半吧 所以我们就想要结业嘛 要成本结业 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大队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一次过要买差不多整60粒的干电池 60粒你们不能够在一个人的身上带 所以我们就要分散来带 就是大家都分一些财产过来 就这样子才能够顺利过关 所以这真的都是要提早规划 提早去做一些调查了解 才能够从马来西亚 带这个小小的电池来到印度 那最后要请师姐来跟我们预告一下 5月12号母亲节佛旦节全球慈祭日 我们在印度的预佛会在大厥寺举行 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举办了 今年的事前准备以及特色是什么呢 去年的话因为是第一年嘛 所以我们就以那个动线 我们只是以两排的动线 今年呢我们就会更集中 就是以四条的动线 就是有四个布置的那一个异佛台 还有我们有一个来自新加坡 节延给印度的那一个最大尊的 65尊的那一个流离佛 我们就会摆在大厥寺的前面 所以那一个会是很壮观和很震撼 是 好 所以就很期待咯 同时也非常感恩全医师姐的分享 也祝福我们佛国团队一路难行能行 带动更多村民亲近佛法 领受佛陀智慧 感恩 好 感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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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